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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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咬的琴声 爱上这水草丰美的牧场 草原最美的花 花红的萨日朗 一梦到天涯边地是花香 流浪的人儿啊 心上有了他 千里万里也会回头往 你看刚才我就说吧 我说咱这节目这家老热呢 你吵不像相亲节目似的 比春晚都热闹 我没白乎吧 确实比春晚热闹 是不是 但是不同之处是 春晚投入多大呀 对 咱这春晚多低呀 你看就我们的嘉宾 一个人能扮你多个角色 什么歌舞类呀 语言类呀 杂技类呀 全部都在花下 所以你看 有了这种绝技呀 你上我们这家嘚瑟嘚瑟嘚 那你找到现在 这道是不就困了 对 所以说如果你有一技之长 或者说有什么表演才能 千万要到我们这来报名 没准电视机前 你的白马王子 或者是白雪公主 就盯上你了 对 大伙别光看乐 说这两天 你只好他们也不给 不给人正经介绍对象 正着整没用的 不是啊 我们主要的宗旨 还是给大伙介绍对象的 而且新的一年 那肯定得更得努力 对呀 而且我们给大伙介绍对象 全都是免费的 免费的免费的 重要的事情 说三遍 上门为大家提供 相亲服务是免费的 同时我们还是认真的 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就是希望 为全省的圣斗士们 提供服务 让大家早日拖单 找到自己的幸福 你说咱们这 也播了半年了 回望前程啊 再展望一下未来 此时此刻 你们有啥想说的 我想说 就是该来的都来吧 那我也说点我想说的 乐盈518 矮杆大棒 黄金梁 中熟第一 抗导王 本栏目由乐盈冬科 赞助播出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上抖音看明星直播 常常百万红包 本节目由 抖音APP冠名播出 上抖音看视频 恋爱技巧 我开心 相应相亲 由记录美好生活的 抖音APP冠名播出 上抖音看明星直播 常常百万红包 打开抖音 点击左上角 Live 进入抖音直播 观看明星直播 常常百万红包 新年好运到爆 赶快拿起手机 扫门前面RV码 下载抖音APP 参与活动吧 打开抖音 搜索明星直播 点击进入活动页面 预约观看明星直播 迎开运红包 这世界上 喜欢小宠物的人们 比比皆是 但是也并不是 每个人都能接受 自己的另一半 养一只可爱的小宠物 所以两个之间 做什么决定 还是互相商量着来 比较好 生活当中 你能接受你的另一半 养一只可爱的小宠物吗 老公你干啥呢 我咋的 你说你一天 你就捧个手机 在这看看看 你是一点正事都没有啊 这不抖音的最近 先推出个直播活动吧 我跟你说 只要在1月3号 到1月13号之间 上抖音 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之间 就能看到你自己 最喜欢的实时内容 而且还能领红包 你这便宜不炸 还打啥呀你 行了 你这事你先放一放吧 我跟你说个事 我想养一个宠物 反正你别想带毛了 我跟你说第一不好收拾 第二我怕狗 你小心点 省省以后咱俩打仗 那咱俩养个猫啊 你看这小猫 又可爱长得又好看 你就想 以后咱俩在厨房做饭的时候 有一只小精灵 陪在我们身边 多可爱呀 活蹦乱跳的 你能不能一天 别老找到没有用的 还养个小猫 那不养个失恶呢 那上街谁敢惹你 多能恶呀 我发现你这人 有点不善解人意了 你想想你天天天天 工作这么忙 也没有时间陪我 那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我多孤单呢 那你养个王八吧 你养个王八行 那我能努力 为啥呀 第一 好打理 好收拾 第二 你给王八伺服好了 他能给你送走 这自己的另一半 不喜欢小宠物 也是很正常的 毕竟养一只小宠物 那可是需要大量的时间 去细心照顾 并且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但是如果你的小宠物 聪明其事 你会改变心意吗 今天就让我们的抖音大人 给我们分享几个 大有仙气的小宠物吧 大有仙气的小宠物 这情侣之间 有一只聪明又灵气的小宠物 那可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呀 这如何跟小宠物相处 才是最大的问题 今天就让我们的抖音大人 给我们分享一下 如何与爱宠一起生活吧 她叫娇娇 是我的爱恋对象 拥有无处安放的魅力 喂 说了多少次 我只要限量吧 这是琪琪 一个网红 Oh my god 卖它 你们的魔鬼 再一次来咯 这是我的另一个麻吉 毛毛 靠下个程序员 今晚加班 我们都是猛喵星神秘组织成员 我是麻光 我还是离开了我的妈妈 没错 我去大学了 哟呼 终于可以赢 打游戏了 别人上课 我打游戏 别人谈恋爱 我打游戏 别人运动 我还是打游戏 毕业了 我根本就找不到工作 所以只能继续打游戏 好想我妈 但我最想的 其实是焦教 如果各位老铁 还有哪些恋爱小秘密 要跟我们分享 那就麻留 在相恋相亲的 抖音官方账号 留言知会一声 相恋相亲 由记录美好生活的 抖音APP 冠名播出 上抖音 看明星直播 常常百万红包 打开抖音 点击左上角LINE 进入抖音直播 观看明星直播 常常百万红包 新年好运到爆 赶快拿起手机 扫描节目内二维码 下载抖音APP 参与活动吧 上抖音 看视频 恋爱技巧 阿姨在乡亲中 鲁骚失败 究竟是何原因 在你这么反对的话 你就不敢跟他吧 乡亲现场 叔叔迟迟未到 还说是遇上了 离奇遭遇 你说指定不指定得了 还要指抖 跟前一托老娘了 忽舍迷离的乡亲 琢磨不透的谜团 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 乡里乡亲 早晚我要嫁出去 下期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